球速一直是棒球場上最簡單的暴力美學 每當看到計分板上面亮起100英里 也就是超過160公里的速度 總是讓人血脈膨脹 進入科學化訓練的時代後 這個數字出現的頻率更是節節攀升 早期在看球的時候 只要看到95英里的球速就覺得很快 100英里根本是外星人 2008年 大聯盟只有69球的球速超過三位數 2014年開始踏入飛躍性成長 2016年手持單季超過1000球 現在看到投手丟到這個數字 已經不會再讓人驚豔了 目前大聯盟最快球速保持人士 Arodis Chapman 他在2010年創下105.8英里 是目前實戰的極限 歷史上只有兩球超過170公里 都是由他本人創下 自此後再也沒人達到這個境界 如今我們或許真的踏入 基本版得出現105英里這個數字 才會大呼過癮的年代 但距離上次出現105英里 已經是2018年的事 直到今年 聯盟誕生一位新的火球男 不但再度標出105英里的球速 更準備向170公里叩關 除了挑戰史上最速男的封號 也準備接下 Chapman的棒子 成為當代超級火球的代言人 他就是天使隊的後援投手Ben Joyce 不管是天生神力 或是運動科學下的產物 人類還有辦法繼續把球速向前推進嗎? 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那些快到破表的快速球吧 本集節目是有LA 徐翔生姿 彈跳甲魚湯 Pulu 小鈴喵喵 Bong 包包 以及全體會員共同贊助 因為有你們的支持 身比會更加成長茁壯 Joyce今年在大聯盟屢屢用球速吸引球迷目光 其實他在大學時代就已經闖出名號 但中學時期的他疏難想像 這個小個子日後會成為大聯盟投手 照片旁邊的人長得跟他有些相近 根本是一模一樣 他是Joyce的雙胞胎弟弟Zack 跟他只差了4分鐘出生 Joyce在中學身高是162公分45公斤 別說西方人了 就連東方人這樣的身材也不突出 看起來不是成為棒球選手的體格 球數更只有65英里 不過兄弟倆沒有放棄他們的興趣 兩人會一起相約上健身房鍛鍊 進行嚴格的飲食計劃 到了高三 Joyce抽高了20公分 由於生長太快 讓他的身體出現一些問題 不過也代表頭球實力不再被身材受限 球數也飛越成長到了86到87英里 大一賽季因為硬力性骨折 整季都沒有出賽 但Joyce沒有停下鍛鍊的計劃 既有重訓讓肌肉大增 而且他的身高突破190公分 康復後的Joyce馬上把成果展現出來 一舉將個人最快球數推上100英里 後來轉到了田納西大學 雖然沒多久都動到第一次Tommy John手術 但傷癒之後迎來生涯年 2022年開始 Joyce頻頻用三位數火球查兩球迷眼睛 個人最快球數不斷堆高 後年5月1號的比賽 他在那場比賽催出史無前例的105.5英里 你以為是雷達槍故障嗎? 那場33顆直球中有28球超過103 15球超過104 3球超過105 也讓他的球數得以被正式承認 Joyce投入2022年選秀會 由於他的後援身份 使他難以在首輪中選 不過有著大學史上最快球數背書 而且被認為如果在職業適應良好 有機會在當年的季後賽就做出貢獻 成為民生最響亮的非首輪業餘球員之一 最後被天使以第三輪挑走 球團給出將近100萬美金的簽約金 是該輪順位中第二高的 至於他的雙胞胎弟弟 則在14輪同樣被天使挑中 兄弟倆一起進職業 甚至進到同一隊 也成為那一年選秀的一段佳話 進入職業後 Joyce果真展現快速的適應力 在去年季末順利升上大聯盟 也是同梯中速度最快的球員之一 不過只出賽10局就送出9次保送 控球相當不理想 今年春訓他想盡辦法讓球投進好球袋 不過投手教練有不同的想法 因為Joyce的武器庫只有四縫線跟滑球 認為應該多鍛鍊一個速球系的球路 像是二縫線或是深卡 藉此讓四縫線看起來更有變化 一開始他沒有採納教練建議 今年開季他從2A出發 控球仍然不佳 前7.2局就奉送8個雷包給對手 後來大概是自己想通了 跑去問隊友怎麼投升卡球 最後覺得後援老將Hunter Streetland的握法最適合自己 而Joyce的握法類似紫插球 但又具備升卡效果 被稱為Splinker 我們在天才大物Paul Skins的介紹片有提過這顆變化球 Joyce大概真的是天生神力 知道怎麼投這顆球路後 很快加進實戰應用 在2A成績大幅提升進步神速 6月初被造回大聯盟 當他亮相這顆新武器時 Staticass判讀一度解讀成變速球 讓人誤以為大聯盟冒出了變速球有100英里的怪物 現在Joyce仍然是以速球系佔8成的使用率最多 不過其中升卡球有43.6%的使用率 分掉了本來通通只投適縫線 因為Joyce的直球本身就非常的快 打者判斷的時間就不多 再加上出手點低 靜蕾垂直角度較平 加入升卡球後打者就容易陷入混淆 不知道來球是往上串的適縫線 還是往下墜的升卡球 進而提升原本適縫線的使用效率 將影響力發揮到最大 8月3號對上大陸會的比賽 Joyce跨局救援 面對本場最後一名打者J.D.Martinez 以一顆104.7英里的直球將他三陣 拿下生下首次救援成功 這也是8年來大聯盟三陣打者最快的一顆球 9月3號的比賽 Joyce在9局上面對稻棋隊的Tommy Edmond 奮力投出105.5英里的誇張球數 因為轉播畫面四捨五入的關係 跳出了106的數字 讓現場主播震驚不已 也已經成為史上第三塊的直球 追憑自己在大學所創下的個人紀錄 現在的Joyce已經是天使隊新科終結者 球迷看到他上來接管比賽 除了希望為球隊手下勝利外 更多的期盼是打破高璇14年的最速投手紀錄 總結來說雖然大聯盟投手的均速越來越快 但103英里以上甚至是105英里 目前達成的投手並不多見 只有20人能投到103 105更是只有3人 Joyce的出現讓人從此比賽中只看射速箱的樂趣 也是目前破紀錄的熱門人選 除了他 這幾年也有很多火球好手 有機會挑戰Chartman剩下的超高門檻 包含雙層的Yohan Durand 紅雀的Ryan Helsley 以及運動家的Mason Miller 其中Miller的分析放在會員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加入觀看 甚至是高齡36歲的Chartman 也才在上個月回春投出105.1英里 搞不好是自己的紀錄自己破 或許在不久的將來 球速170公里將會越來越常見 之前看到國外的研究 認為在理論上 如果各個條件都能完美配合 推算出來的球速將可達到125英里 相當於時速201公里 比現在已知的最快球速還要多上30公里 但這個夢幻數字 沒有考慮身體能承受的強度 或是球員的機體要怎麼配合改變 這些都是追求速度需要考量的實際因素 也因此有運動醫學專家指出 未來的最快球速仍會有侷限 但在這個天花板之下 會有越來越多投手能摸到這個天花板 畢竟要站穩大聯盟 從來就不是只看測速槍來決定 包含孔球好壞 身體是否健康 跟球路品質有沒有變化性 才是決定能否生存在大聯盟的關鍵 最後想來問問大家 未來我們能看到的最快球速會是多少 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討論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希望的話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若是對會員方案有興趣的話 可以點擊下方的加入欄位參考看看 這裡是生皮C5度 我是米姑爾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